欢迎收看南台湾新闻 一起来关心台南高雄屏东的新闻资讯 新闻首先要先来看到 这个府于日前在泰国曼谷玩赛的世界泰拳锦标赛 今年共有来自90个国家500名的选手参与 台湾派出了14名的选手参赛 共抱回了一银四桶的佳鸡 其中来自屏东的好手就分别拿下了银牌和铜牌 期许明年再接再厉拿下更好的成绩 屏东市健身馆的教练金绍景与吴佩云正进行对打训练 两人手脚灵活多变 找到机会就攻击都是经验十足 他们今年代表台湾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世界泰拳锦标赛 金绍景勇夺57公斤级银牌 吴佩云拿下67公斤级铜牌为台湾争光 民意代表特别送来红榜恭贺 2024世界泰拳锦标赛 今年共有来自90个国家500多名选手参赛 能夺牌真的很不简单 金绍景表示因为他身形娇小 在球学阶段一路遭霸凌 因此对武术有着憧憬 希望能保护自己 18岁那年开始找道馆席鼓 至今五年多逐渐练出心得也建立起信心 我觉得泰拳的话比起别的武术 我觉得他也用到的有拳腿吸走 然后又可以高效拦指 对我觉得还不错 我希望我可以在国外能打到一条腰带回来 对这是我的期许 金绍景选手 我觉得他的话他是虽然说 看起来个头很小 然后好像蛮瘦的 但是其实他的爆发力 然后耐力 然后最重要的是胆势都很好 他常常在跟比他个头高的对手 打比赛也好 练习也好 他都是不畏惧 他的风格就是一路往前 然后他很会去抓chance 曾经是迷目攻装潢师傅的吴佩云 认为男生应该要会保护自己 遇到危险也要挺身而出 因此开始学习泰拳 过去擅长多项运动 因此初期接触泰拳 便展现运动能力 加上身高优势技巧突飞猛进 他期望明年再次争取代表台湾出赛 打出更好的成绩 这场比赛给我蛮大的心灵的进步的感觉 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说 不知道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大概在哪里 就经过这一次比赛才知道说 原来我离世界级的选手没有差到那么久 就是说自己还可以很多更多的进步空间这样子 然后吴佩云选手的话本身是我观察他 因为我也是带他练习很久了 他的反射神经跟动态势力都比大部分的人好 这个是他先天上的一个优势 然后再来他的手长脚长 他很会善用他的攻击距离 就是他会一直维持在他想要打的距离 然后他不会让他的对手进到他的攻击距离里面 很会利用距离跟空间去做自己的优势这样子 教练吴承翰表示 泰拳在台湾不算普及 属小众运动 不过近年有越来越多选手 在国际赛事上发光发热 让更多人认识这项运动 泰拳全面性 双拳 双肘 双膝 双腿都能作战 且练拳也修心 希望能推广给更多想运动 或喜欢运动的朋友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道 接着要看到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举办世界母语制活动中最吸引人瞩目的 莫过于原住民16族的特色体验设计 设置族语闯关以及静态的展示摊位 展现出推广原住民族语的丰硕成果 而市府圆明会就表示 透过推动族语的认证机制 期盼让各个原民族语来落实扎根 肖肖勇士跳引以为傲的勇士舞 以及原住民学生传唱的排玩族歌谣 各校各族群孩子照上舞台 呈现原住民族优美的文化 在世界母语日圆明族语的展示中 从学校的教学到家庭的融入 在族语推广人员的努力下展现出成果 好 那你平常在学校是怎么学族语的呢 学校有请老师 请老师出来 请老师教 请老师教 好 那你觉得学习族语重要吗 重要 我平常学族语就是跟着学校的长辈 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会跟着他们 就是用族语对话 然后我们也会去山上跟长辈他们学族语 要就是怎么讲 你的人员不只是你要兼学校的课程 或者是你自己要去到家庭去教族语的话 我相信这个族语会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会发芽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你找到哪里 人家知道你是母推 因为他就会问你很多关于族语这方面的 就他你这个人员就感觉很有拯救 市府圆明会表示 鼓励族人学习母语方式中 市府定令的族语认证奖励制度发挥很大的成效 另外族语保姆的推动 也让族人家庭中从小能够多接触母语 希望让各族族语能试探的流传 从110年制定了我们这个族语认证的奖励机制 鼓励我们的族人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并取得认证 那我们取得这个认证呢 我们就可以在初级我们就有两千块的这个奖励机制 如果优级呢高达一万五千块 鼓励也可以吸引我们更多的族人 一起来认同我们自己的语言 我们在六都一直保持第一的就是我们的族语保姆 那我们在目前在推动族语保姆的扎根计划当中呢 我们有幼儿将近110位 我们的族语保姆就有84位 我们就是透过将我们的族语扎根到我们的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的孩子从出生就可以来接触语言 接触自己的文化 祖先流传下来的语言 市府原民会鼓励族人要重视自己的血脉 积极开口说族语也重视自身文化 也期望更多族人加入推广族语的行列 记者中恩成 插法报导 继续把镜头转到台南来 众所期盼的2024台湾灯会高铁灯区2月24日点灯 本次高铁灯区要共规划了有主展区 城里有光展区 绿能灯区等三大展区 其中绿能灯区有善用了在地研发的绿能技术 是首度也是全国唯一利用全部都是绿能发电的灯会展区 适逢台南400 今年台南各地热闹滚滚 除了有国际栏展盐水风泡之外 台湾灯会高铁灯区也在元宵节当天正式点灯 本次高铁灯区规划三大主题 其中绿能灯区是全国唯一采用全区绿能发电的环保灯区 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全家利用这些发电的系统 还有除能系统来供用这些区域的电 这个区域也是我们立美兰灯会的第一个站 因为停车后会经过立美兰灯区 在立美兰的城里有关跟主灯区 这样会让我们的灯会更加豐富 绿电来源有两种 第一个是我们场域里面的太阳能 我们结合除能还有就是说能源管控的方式 让它可以白天发电晚上供电 供电五个小时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采用沙伦这边 自主研发出来的氢能技术 它目前已经寄转出去成立新的公司叫清风绿能 那我们使用清风绿能的氢能发电机 晚上也可以连续供电五个小时 前端那个大的草原上面我们布置了一个闪电 它长有80米宽有40米 然后利用灯光控制 然后让它产生像闪电般的闪亮的频率 然后在末端那边我们就走一个生态的异象 有一个装置艺术 是用钢铁 还有一些废弃的战板做出来的一个绿洲跟菇婆鱼的异象 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我目前初步在试灯就很多观众很喜欢看的 是我们利用那个大黄球 那上面有60个 60个每个表情都不一样 有笑脸有哭脸就喜怒哀乐 金发局表示绿能灯区位在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是游客前往主灯区必经之路 这个灯区采用太阳能氢能两种再生能源供电 希望达到静灵碳牌且稳定供电的目标 也借此让民众了解绿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形 欢迎相亲踊跃到绿能灯区参观 记住我们会提谭新颖采访报道 然后2014年正式挂牌的一卡通公司 为了欢庆总过这个10个年头 是在博厄艺术特区来举办了艺术跨剧共创永续的特展 展示10年来的蜕变 同时也发表全新的绿点机制 启动绿色的运聚点数经济 期盼继续以永续发展作为企业的目标 迈向下一个10年 一卡通公司欢庆成立10周年 特别在博厄艺术特区举办智慧跨域共创永续特展 以永续发展四大面向 展现公司一路从实体处置卡跨足电子支付开发 同时也是全台唯一支援交通消费及社群转账的支付平台 在第二波的转型 一卡通也伴随着时代的潮流 我们成功申请了电子支付 也是第一个申请电子支付的电子调证公司 那目前一卡通公司也已经是全台湾第二大的电子支付公司 而在接下来的10年 接下来一卡通的3.0阶段 我们期待可以用过往的基础 包含我们有庞大的资料量 包含我们有620万个线上线下的会员 也包含接下来的这些会员或者是资料 我们如何来结合政府的服务 市政府的服务相关的行政工作 或者是相关的认证 以及如何达到金融反诈骗反诈器的这个目标 我想这会是接下来我们一卡通 除了持续拓展支付服务之外 接下来非常重要一个工作 欧洲市长陈其迈出席特展开幕活动时表示 一卡通公司除了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电子平台之一 也推出数位餐食券及月经评券章案等 藉由智慧科技让市民享有更好的生活 要特别恭喜这个一卡通公司成立10周年 那它是台湾最受欢迎的电子支付平台之一 这个营收的状况也逐渐的这个好转 那在我们也获得这个国家的这个永续奖 那尤其在包括说一些我们的数位餐券 给我们一些比较困难的小朋友 或者是学生在寒暑假的时候使用 那也有所谓的这个月经平权等等的 一些电子支付的服务 一卡通公司同步发布2024ESG白皮书 聚焦多元永续应用服务 期盼透过数位转型及服务优化 展望下一个精彩十年 记者周真宇 徐凯军采访报道 接着要来看到高雄凤山文恒殿春节重要的活动 拔杯金管地活动啊 这个参赛人数一年是比一年的持续成长 今年呢1600多位的参赛中呢 有227位在元宵节当天呢进入总决赛 经过了竞争后呢选出了前五名 今年有11岁的国小学生连续呢 值出六杯 幸运的报回二两众的金管地神像 今年凤山文恒殿春节多元起伏活动中 重头戏直角金管地吸引1600多位民众参加出赛 共有200多位连续直角三倍的民众进入总决赛 参加总决赛的民众都希望把金管地报回家 当初来参加拔杯比赛就是因为我家还缺少一尊观圣地军 那我当初就有跟妙女的观圣地军秉说希望观圣地军能够到我家能够安坐 然后当作我们谢家的传承 由一百十二年龙力一百十二年的十二月二五开始开杯金管地到一百十三年的十月十三年 今年来金管地总共有一千六百七十七的 合格主纪正在国债有二百二十七 还有尤其今天来报道超过时间的有二十五个 参加今天国债有二百二百二个 非常恭喜今年这条金管地 大家每年又收拾收拔 又来到赛山门连天 大杯 直角圣杯到第六杯获得热烈的欢呼 这位小学生幸运夺得今年的金冠地像 而第二名金箱链得主 希望明年再来再为自己带来好运势 凤山门恒店对这次直角拔金冠地能圆满成功 对信徒们表达感谢 也对获奖者表达恭贺祝福 很惊讶的 金冠地要带回家要怎么样做功夫 保佑我功课好家里平安 很可惜啊 明年再来报名参加 不过得到第二名也是有得到关公的肯定了 今天这里完完非常欢迎 我们的帝国都会给大家比喻 因为今年又凌年来报这个金冠地 会非常好 刚才六十年一次会成两年 我们要把这些帮到的人 祝福 不用幸运的 不用欢乐说明年没有很难幸 这帮的就是你的 虽然不可以说 但是给你的心灵的驾驶非常好 没有对的人 明年来绝对有机会 今年没有对的 他会比喻你的平安 不用欢乐 明年再来就有了 会比你平安整年 大家不用欢乐 凤山文恒店希望直角金冠立项的热闹活动 让年间期间来此的民众都有所收获 也期待凤山文恒店成为拜关公的宗教圣地 记者周恩成采访报导 然后春天脚步进 又是薯葵花盛开的季节 每年雪甲区公所举办的这个薯葵花节 已经成为台南春天的这标志性的地景 上万株的薯葵花交织的花镇迷宫 总可以吸引十万人次游客来赏花 虽然今年的花期稍微延后 但周边的花群已经陆续的盛开 甚是美丽 迈入第十一年的台南雪甲薯葵花节 去年十月份雪甲区公所在光华里栽种薯葵花苗 在薯葵花节登场前四个月就开始筹备 美丽的花海背后 可是有一群辛苦耕耘的人 这次我们接受到一些专家的建议 有一个瓶颈叫荷兰250 这就是杰特品种 我们是球星球变 所以我们这次就来跟财政荷兰250 希望可以大出250公分 让我们这个园区跟以往不同 不一样的新风貌 结果因为这些不太尽规 加上我们也很用心 在给它摘牌 在观估 结果它的藏很用心 但是这个钢就抽不出来 所以这也会让我们感觉很困窄 实际来到现场可以看到薯葵花虽然还没盛开 不过一旁的培衬花 粉饿鼠尾草以及火焰鸡罐花 都已经乡村开花 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 这个过年期间 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的游客 来这里观估 相信我们从这个开播时间 稍微延后一下 希望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 有别于不同以往 会匆忙和他的警官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这也很感谢我们的理长 很用心 待命还是这样 尤其我们这个地检署 我们的医护社会劳动役 这个专案 我们这个人员很辛苦 还感谢我们一些工作的动员 也大家都很用心 在观估这个幸福 即便提早四个月种下薯葵花 也不能保证隔年薯葵花就可以赶上花季 毕竟气候跟环境不一样 就会影响到薯葵花的成长和开花 许多民众是相当期待 花旗到时再次前往赏花 记者亮旋台南学家采访报道 没有错 这个春天将具有正式式和播种的季节 屏東县政府环保局 特别推出了花仙子到你家的计划 发放了一万包的花卉种子 到各个乡镇市公所提供给民众所取 希望民众动起来 让杂草变成花朵 让蚊子变成蝴蝶 也为环境增添丰富的色彩 绿美化环境 可爱的小朋友给花仙子装扮迎接春天的到来 为贫图县政府环保菊花仙子到你家 为了因应全球气候暖化 对于环境生态带来的挑战 贫图县政府积极推动环境保护措施 配合四季不同时令 提供花卉种子让民众种植 春季将发送大波斯菊 百日草及千日草等花卉品种 宪明三月一日起可至各乡镇市公所索取 每人现索取三包 花仙子到你家的活动 其实发想人是我们州县长 在上次我们环境清洁州的时候 那我们在打扫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 如果我们屏东县家家户户 或者我们的一些脏乱的空地 可以来种植这些花卉的话 那我们整个环境会变得很美丽 然后我们可以把蚊子变成蝴蝶 我们可以把杂草变成我们的花朵 环保局表示 春季发送的种子限量一万包 希望让更多家户闲置空地得以美化 避免成为脏乱点 让杂草变花朵 让蚊子变蝴蝶 处处都有斩角小公园 为环境增添丰富的色彩 春季这一季我们准备一万包的花卉种子 那我们会发送到各乡镇公所 那么民众可以到乡镇公所来索取 季节刚好是适合它伸展的环境 所以种子的话只要你撕一些水分 让它在种子在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 避免有阳光的情况下 它是自然会发芽 另外那个百日草和千日红 它也是一样有这个特性 甚至因为它的特性比较强烈 所以说你只要有播种下去 只要它发芽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遗租或者是直播 环保局建议乡亲可趁现在天气较为干爽 晴朗时播种提高种子发芽率 此计划判透过公民合作来推动全县绿美化 也凸显了屏诺县政府对于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视 并唤起县内居民对于环境美化的热忱 记者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 然后为了打造特色公园 台南市政府推动了一区一特色的公园计划 在雪甲华宗公园打造全新的游戏场 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视察的时候 检视了各样的邮剧 对品质做严格的把关 也希望提供小朋友有趣的游戏空间 同时也为雪甲地区增加这个休闲的娱乐场所 小朋友们开心的爬上爬下 这里是台南雪甲区华宗公园 现场不只有溜滑梯 还有攀爬区和摆荡游戏区 战者作者都好玩 大家知道 华宗公园已经是 已经有历史悠久的一个公园 可是它的邮剧过去 当然知道公园本来就是有绿地 凉亭这一类的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 对于亲子来讲 还是需要有更好的邮剧 那这个邮剧的部分 我们应该在我们市政府的计划 里面要把一些公园特色化 特色邮剧化 那新的公园也要设置 那旧的公园也要改善 把它优化起来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台南雪甲华宗公园是历史悠久的公园 属于社区型邻里公园 市府这回编列五百万元的预算 在台南雪甲华宗公园打造全灵化及环境友善的特色游戏场域 我觉得很棒就是至少小朋友有多一点可以玩乐的地方这样 对然后因为通常都是在北区中区南区那边 那在西北的特色公园比较少一点 那现在慢慢建立起来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很好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不同的游乐设施去玩乐这样 海南市政府积极推动一区以特色公园政策 就是希望提供更多亲子休闲游戏的好地方 同时做好安全管理与维护 确保民众使用安全无顾虑 记者廖学员台南雪甲采访报导 接着看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呢 参加杜拜食品展已经很多年 成功让高雄在地的鲜果以及农产加工品打进当地的市场 而今年的农业局参展主打蔬果干的产品 除了是方便厨运 对这个距离较远的中东市场也较有优势 期盼五天的整期接获的订单可以再创夹机 中东国家的厂商仔细品尝高雄在地生产的蔬果干 这也是杜拜食品展的现场 市部农业局连续多年参展 也成功推广高雄的巴勒火龙果及各项农产加工品到当地的市场 而今年主打的商品是以冷冻干燥的水果翠片 及真空干燥的蔬菜翠片两大产品 高雄农业局我们最近这几天 从2月19到2月23 我们连续五天我们前进到中东 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国际会议中心 参加杜拜食品展 这次我们高雄的农产品推出两项的重要的农特产 就是我们在路主那边的花椰菜冷冻 花椰菜的干燥吹片 还有巴勒的这个吹片 还有我们一名生计 产生的这个冷冻干燥的果干 我们有两项的产品 到那个杜拜的这个食品展做展售 会主推蔬果干产品 除了一方面是中通国家距离远 这些农产加工品有耐厨运的优势 同时前几年在这里推广的记忆 也发现蔬果干对当地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今年因为国内水果的价格高 因此才决定主推这些农产加工品 杜拜那边穆斯林很多 他们会有栽芥医院 栽芥医院他们是 他们的要补充体力 他们就会那个 使用这个所谓的果干 他们会在这个就是树的 水果的 他们有爱吃那些所谓的 非常甜的那个椰枣 所以我们的蜜枣跟蜜枣干 跟它那个有点类似 那果干类型在那边是还普受喜爱 所以这次也是呼应当地的 喜爱的一些农特产 他们厂商会觉得有商机的 去年销售接单效果很好的 今年就会延续性的扩大品项 去吸引更多国际客的关注 根据农产局统计 今年五天展期尚未结束 收到的订单量就有望突破 去年150万美元的成绩 后续也会加大推广力道 期盼能接到更多订单 开拓更多通路 为高雄农民带来更多经济收入 记者欢迎回仓报道 然而屏东加东的中山路上 有家古早味的粉浆蛋饼专卖店 业者蔡英秋本着 喜欢做蛋饼是个兴趣 一做就是十几年 业者以自制的多种口味配料 搭配手做的粉浆蛋饼 相当受到陶客的青睐 另外业者也有推出 每日限量版的妈妈味古早饭汤 提供不同选择 将新鲜调制的手工粉浆 放进锅内 铺满配料 如独家腌制烧肉 九层塔 乳酪等等 起锅外皮酥脆 蛋饼Q软 内馅又饱满丰富的粉浆蛋饼 深受加东香气喜爱 而业者当年会选择外蛋饼 竟然只是因为个人兴趣 兴趣吧 因为之前本来就有做早餐店的习惯了 对啊 那就兴趣 本浆蛋饼有很多种口味 有素的有分的 特色就是跟一般市面上的蛋饼不一样 就是我们家的蛋饼会Q软Q软 这样子 由于分量十足又特别古早会 因此许多乡亲都却没购买追加 强调均的跟其他的粉浆蛋饼很不一样 因此只要回来加东就要来买 比较古早味 我如果回来 我如果回来我就买 它的粉浆是自己打的 然后烧肉的味道很香 对 然后就腌制的方式也不错 我们就每天空班就跑来吃一吃 然后再回家 它是古早味 然后它的重点是粉浆的味道满香的 跟一般的蛋饼饼不一样 蛋饼饼是硬硬的脆脆的 但是它的是比较软Q软Q的 除了各种口味的粉浆蛋饼 业者也有推出限量版的 妈妈喂古早饭汤 让乡亲可以吃的美味又饱足 饭汤也就是农业社会 就是比较可以吃得饱 然后夏天比较容易吃得下 里面有鱼 有笋丝 有青菜 有葱酥 还有虾子 蛮好吃的 由于店家是小摊贩 且每天早上三点半开卖 到中午十二点就会卖完收摊 因此如果想要吃到粉浆蛋饼 及饭汤的民众可要早点来 才能品尝到店家的独特古早味 记住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稍微民众有机会不妨去品尝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南台湾新闻 欢迎您持续跟我们锁定 台南高雄屏东的相关资讯 我们再会